請你跟我這樣過 讓你皮膚癢 所以洗衣的血溫可大啦 天天都要穿衣服 但你會洗衣服嗎 你知道用錯洗衣劑 不只衣服洗一次壞一次 更可能造成細菌感染 精疲毒 半血症 而你卻完全沒有感覺嗎 到底洗衣技該怎麼挑 而衣服上頑強污漬 又能怎樣輕鬆去除呢 快來聽專家們怎麼說 我們邀請到化學教授吳嘉誠 洗衣大的沈富裕 醫藥記者洪舒欣 以及三位藝人殷琦 陳薇琳 依依 要來一起討論喔 通常在家裡面的各司其職 好像婆婆媽媽都會比較專門 負責洗衣服這一塊 對 因為很重要啊 當然啊 我們穿出去才會 光鮮體面嘛 是啊 但是你們洗了一輩子的衣服呢 應該更有學問啊 但不曉得說你們洗衣服 到底洗對了沒有啊 如果不仔細想會覺得 應該沒什麼問題 但仔細來想一想發現 可能問題滿大的 妳自己有自覺是不是 對啊 因為妳知道啦 是假的妳婆婆穿得會癢還是怎樣 妳不要亂說 沒有啦 沒有啦 這都是她幫我洗耶 我怎麼覺得癢癢癢 什麼 妳沒洗乾淨喔 沒有啦 我有點那個皮膚炎的問題 是這樣 因為妳知道嗎 有調查發現大概有八成的人喔 所謂的小朋友 肌膚的問題就是和妳衣服有沒有洗的方式 有沒有洗對 對 這是有關聯的喔 而且大概有這個六成的洗衣機內潮 妳都沒有仔細看喔 裡頭布滿了細菌跟黴菌耶 如果妳說像小朋友啊 或是長者 底套力比較不好 可能穿了輕子的皮膚炎症 還會有異味性的皮膚 像妳所說的啦 有時候很難辨別 因為衣服我們洗完之後 穿起來妳就覺得喔 非常的體面 聞起來香香的味道 對不對 就覺得一切OK了對不對 但不 我們今天要趁機 考好大家的一些洗衣服的詢問 是 來 首先 好 我們第一個問題要請教一下 大家準備一下喔 全部的衣服一起洗 又快又方便 這樣的方法對不對呢 圈叉 請選擇 圈叉 後面圈居多 只有和可媽叉 全部的衣服一起洗 又快又方便 一一妳覺得是對的 我覺得是對的啊 可是我非常清楚就是 衣服或是襪子裡面 有很多細菌 所以 我也不是沒有這種概念 所以我就會 就是用那種製菌 或是抗菌的洗衣精 或洗衣粉 其實我就覺得 只要用那種 就是把它全部一起洗 應該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妳非常相信 妳的洗衣精 它可以殺死所有不好的東西 我曾經還有 就算如果你真的覺得不安心 抵多就是再噴一點酒精 這些 那這個圍林跟衣其實是舉叉 對不對 你們沒有放在一起洗嗎 絕對不可以放在一起洗啊 為什麼 因為內衣跟 譬如說你穿在外面牛仔褲 在那邊地上脫毛什麼的 它的骯髒程度不一樣 那它可以 那譬如說我內衣褲用冷洗精 洗它的清潔能力 跟衣服損傷能力 跟我放在洗衣機裡面那些粉 當然都是不一樣的啊 如果妳想要穿那些衣服 保持久一點 用久一點 以及妳身上不會有 異物性皮膚炎的話 我建議妳們分開洗 我沖洗有的時候 我都要沖四次 像我從來不用那個 沖四次 我洗衣機啊 我從來不用它那個自動的 我一定用手動 自己設定 對我要自己設定 然後我也是上陰棋一樣 就是我的內衣褲啊 就一定都會分開 而且我們的內衣褲 尤其不跟老公的襪子一起洗 為什麼 容易會有霉菌 洗洗 這個醫學一直都有講 那妳們的襪子咧 妳們襪子就可以跟內衣褲一起洗 跟妳們的襪子一起洗啊 妳們的襪子是香的啊 很壞耶 然後我們常常癢癢的 沒有 然後 一個戲劇 然後以前我小朋友 一歲以前 他的衣服甚至我不用我的洗衣機 我小朋友的衣服都用手洗 都跟我們都分開 為什麼 因為怕大人髒 所以我小朋友 因為那時候太小嬰兒 所以他的衣服都是用那個 嬰兒的洗衣精一點點 我通通都用手洗 那他一歲以後 我有跟我們一起用洗衣機 但是我們都分開 一直到現在 我跟兒子都分開 可是呢 其實很好笑的是 他沒有上課以前 我跟他分開 是因為我嫌我跟先生的衣服太髒 我怕會污染到小孩的 所以我們都分開 然後現在是更要分開 因為現在 我怕他太髒了 太髒了 我跟兒子的衣服一起洗 嚇死了 而且光他自己的衣服 像那種褲子 他的褲子跟他的衣服 我也再分開 因為小朋友的 你知道我上次看一天 我今天報到說 小男孩的褲子 比馬桶張七倍 真的嗎 有這個沒趣 你要是每天帶小男生 你就知道 你知道嗎 公園他們就在那邊爬 對 然後那個馬桶他們就 都亂摸 然後好噁心喔 所以我完全分開 一個禮拜你全部都分開 我洗衣服的時候超累的 那你一個禮拜洗幾天啊 每天幾乎都在洗衣服 都一直洗 洗不同類的 而且你知道我洗衣服的時候 又不是這樣全部丟進 因為手動的關係 所以我還要先看 怕有沒有過了那個水位 整個都過了之後洗衣精 我要不要太多的泡 因為太多泡 我又怕他沖不乾淨 對 然後我又 就他洗完之後呢 我還要再看 泡二十分鐘之後 就他先轉五分鐘 然後我就再看 就是浸泡二十分鐘 我就開始再按他們 就開始洗 所以呢 對於這個衣服 全部放在一起洗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可不可以呢 來 沈老師 其實你加在一起洗很容易 白色就變灰色 對 黑色就變灰色 其實都是變同顏色 其實就染色 有 我先生好多見白色 變灰色 還有變粉紅色 對 紅色也很容易掉色 那你要再處理這個過程 事實上是超過你要洗的時間 因為兩個比起來 一定要分類型 而且一般淺色衣服 通常都比較髒 那深淺色衣服會比較乾淨一點 那通常我們淺色系的時間會加長 而且如果可以的話 要加就是一些漂白劑在上面 還有就是用溫度要加熱 那你的衣服才會洗乾淨 那深淺色衣服相對的就相反 他就要用常溫 不要時間太長 因為時間太長 他就容易退色退掉 如果以男性女性身上的 這樣骯髒與否程度不一樣 這個也要分嗎 其實要分開洗啦 如果說你把這個衣服 假說你不至於洗 你送去洗衣店 洗衣店把所有人的衣服 多多把它放在一起來洗 你會高興嗎 你當然不會高興 外面的這個衣服 跟裡面的衣服 它髒的程度都不一樣 即便是對我們個人 裡面的衣服 其實沒有什麼髒耶 也許就是我們的一些汗而已 我們自己所排出來的一些油脂而已 所以你分開洗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用這個洗衣精的這個量 清潔劑的這個量 其實都可以做不同等級的考量 所以本來就是應該要分開洗 大家不要怕這個麻煩 其實現在又不是像剛剛說 拿洗衣板洗的那時代 對不對 大家都是用洗衣機 那嚴格來講 現在大家有時候 用了這個洗衣精的這個量 其實都是太超量的 你知道不知道 可是他們有的人會認為說 多一點能夠把細菌洗得更乾淨 錯 但是你細菌被你殺掉 假設有細菌被你殺掉了 但是你要帶多少的這些 所謂的化學性的物質 到你的衣物纖維裡面 剛剛維琳講說衝四次五次 還浸泡了 你如果去實驗室 你去真正的去給它做檢驗的時候 你衝七次怎麼樣 上面都還有很多額外的 所謂的我們清潔劑的成分 衣服全部放在一起洗 有沒有可能洗出什麼問題 之前陳茵有一次有一個小寶寶 他很小 然後結果他居然揮指甲 那媽媽就想 為什麼這麼小的小孩子會揮指甲 揮指甲 難道這麼小就像剛剛講會遺傳嗎 因為他們全家都會 阿公有 爸爸也有 想說這孩子這麼小的錢就有遺傳 結果去給醫生看 醫生說不是遺傳 請問你那個衣服是都混在一起洗嗎 他說對啊 反正全家什麼 不管襪子什麼就混在一起洗 因為家庭主婦一家子大個很麻 他就混在一起洗 然後也沒時間量太乾 因為真的就忙著瘦下來 他說你有可能是因為這樣原因 讓他皮膚又比較細嫩 可能稍微有一點點小小的傷口 這些黴菌進去他就感染了 他說所以如果已經知道家裡人有這個問題 先請他治療好 治療好一起洗是沒關係的 但如果他還沒有治好錢 可能是要分開的 曬太陽對於衣服的清潔度 殺菌那是非常有幫助的 是 是有幫助 可是台北好長相 對 太陽光的紫外線 是直接破壞細菌整個細胞的組織的 當然是可以曬太陽 但是我們現在在台北是 沒得曬太陽 我可不可以用烘乾 烘一雞 烘乾雞通常來講是讓它乾 比較快可以有殺菌 嚴格來說並不是它有非常強的殺菌的效果 那有殺菌烘乾雞嗎 有 有有有 也有紫外光的這個烘乾雞 但是嚴格上來說 我們的清潔的這個產品 不管什麼產品 如果它有加進去各式各樣的 界面活性劑的時候 通常來講它本身就已經有殺菌作用了 就已經它界面活性劑 本身就是具有殺菌的作用 然後在你有很多人洗完了之後 它不只是把它沖掉 它後來還加一個什麼 這個軟洗精之類的 類似我們洗頭髮那種潤絲精那種 那種的殺菌力更強 那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沒什麼 那其實那大部分的菌 那百分之九十九點七的菌 都殺掉了 那就不用曬太陽了 但是你還要小心 如果它到了不好的這個場所 它存了那百分之零點三 非常頑強的那個菌 就會滋身 那可能就不見得殺得掉 那另外還有正確洗衣服的方法 是不是還有什麼要提醒的呢 其實正確的洗衣服方法 其實事實上 我們是要先把洗劑先把它洗開來 可是我們通常的現象 都會先放水放衣服再放洗劑 可是這樣的方法是 跟正確方法剛好是相反的 因為有時候洗劑會沒有辦法洗開來 那通常我們建議是 你先放水再放洗劑 洗劑稍微再轉一兩分鐘 讓它確定都散開來 你再放衣服進去 這樣有時候洗劑你會洗完 洗完之後會有洗衣粉還是結塊 有些它溶解度沒有那麼好 所以你洗的話 衣服怎麼會有白色的粉末 那洗衣服的話應該就好一點吧 洗衣服 就液態的會比較好一點 液態就不會有問題 對 會比較沒有那個現象 那這個講到褪色 到底衣服怎麼樣容易褪色染色之類的 來 沈老師 教我們來辨筆一下好不好 其實我們如果買了新的衣服的話 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你就在衣角把它沾濕 如果有洗劑就是你加洗劑進去 會更順 這常溫的水 那你就把它沾濕 然後呢 通常我建議各位 就是不用太認真 你就用白色的布把它夾起來 通常的話觀察大概四十分鐘就可以了 你就把它夾起來 我建議是大家就放著 明天早上你再來看它 這有沒有暈色出來 就知道這一間色號布好好嗎 通常會退色的不是馬上 其實就可以知道了 其實不一定 有些不一定 因為你家的洗劑的環境不一樣 它就又有可能 有時候你加了洗劑它太尖的 多一點 更容易退色出來 其實一般我們染料都很怕剪 那我們通常我們的洗劑 通常都是剪 通常都是剪 所以說我們用這個方式 所以測這個比較準 而且這個方法最好就是 像我們剛剛提的就是 衣服一定要分類型 所以這是最容易避免這個衣 才不會干擾到別的衣服 這我覺得最會退色像黑色 紅色 像一般 深色的啦 其實我們最怕的是 對比色的東西啦 對比色你有時候到底 它要分在什麼顏色系 其實這是很困難 到底衣服會退色 是代表它這衣服不好還是怎麼樣 對 我就是有聽說 像其實真正好的衣服 是不會退色 會退色 因為我買過很好的衣服 它也是會退色 真的假的 你是買到了山寨版的還是 沒有 你是被騙了 對 其實現在我們等於說 全世界的衣服 有85%都來自大陸 不是好不好問題 是廠商有沒有幫你做定色 還有它在染色的過程 它染料也沒有放過多 這是最涼的主要的原因 對 所以如果我們買了這種測試說 糟了 它是會退色的 我們有辦法自己定色嗎 如果是免的話 我們就加鹽 加大概兩個湯匙的 一般我們家裡用兩小湯匙 把它丟進水裡面 把它攪開來 衣服把它泡著 泡一整晚 它原則上還是會退 只是沒有你原本買來 退得那麼離譜而已 對 但像有人說放醋是錯誤的 醋是酸性燃料 這是毛衣 可是其實現在一般的毛衣的品質 事實上是很穩定的 反而是牛仔褲 這一個反而要真的是考量的 就放鹽 鹽是最好用的了 對 好 謝謝曾老師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 考另外一個題目好不好 另外這個像洗衣技啊 有很多功能嘛 有什麼鎮豔啊 然後 對啊 防蠻啊 抗菌啊 對 還有什麼 煎著柔軟在一起的啦 對 那各式各樣的功能 越多就越厲害嗎 對還錯 圈叉請選擇 圈叉叉 後面 只有一位 我去麻子叉 一 你好像在代表了 媽媽團大部分的新生啊 對 所以有幾個小孩啦 不是 我有五個了 沒有啦 我覺得時間好像比較重要 所以我都會選那種 我就可以讓我的衣服 全部一起洗的洗衣精 或洗衣劑 例如它就會寫說 亮色 曝色 或者是智菌 亮彩曝色 對 智菌 其實這看起來好像功能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想說沒關係 就是有時候 是一比一這樣加進去 你都貨在一起 就亂弄 對 你全都會 亂弄 沒錯 這搞不好就正確 沒有邏輯的 因為它想說又可以智菌 又...對 全都會了 它這個邏輯很像雞尾酒條法 對 對啊 就是你既然又可以殺菌 然後又可以保護顏色 然後又不會互相染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好像還不錯 如果像是白色衣服 你真的就是不小心 因為我很少買白色衣服 我就是因為有想到我自己 要全部一起洗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基本上就不太買白色衣服 會被染色 對 除非你真的有一兩件 就是有白色部分被染色 你再稍微用手提著泡一下 把部分的地方就是泡漂白水 漂白 對 就OK了 為零食X 我比較在乎的是 這個洗完對我身體好不好 因為我是非常相信 這個洗衣精 它殘留對我的身體 所以我是一定會挑 盡量啦 我就是挑那種純天然的 對 然後可能是會貴一些的 但是我就覺得是很放心的 真的啊 那天然的沙均力夠嗎 泡沫我也不喜歡是太多的 對 然後也不用過香這樣子 像我冬天也是就是會用溫水洗 來 殷洗呢 我洗衣精洗衣劑 這些東西 基本上我是聽媽媽的 因為我覺得媽媽 就是個有經驗的人 我們凡是聽她的 應該是不會有任何的錯 對 所以我就靠她 而且我媽媽會就是 會有心得 就譬如說她如果新產品 她會買來試用看看 而且她會選大品牌的 然後新出的可能 但我們家也不追求 就是多效合一 因為像原理跟剛剛講的說 我們洗髮精就是不可以 就是譬如說雙效合一 後來也發現 這是對頭髮 你可能會禿頭或怎麼樣的 我覺得沒有世界上 那麼好的事情 就是一次幫你全部解決 所以我覺得要分門別類 這樣去選 那譬如說媽媽 有時候就會選這種洗衣粉 濃縮的什麼 那我們內衣 手洗的東西 一定就是用這種手洗人 人洗精 然後呢 因為我非常喜歡白色衣服 所以我有一整櫃的 就是白色的 所以我特別會選這種 就是去屋 特別專門在清洗我 白色衣物的洗衣粉 所以你洗白色就會用白色專門的 對 分門別類 就不會用下面那一盒 對 就用一點點 然後大部分是用這個 因為分門別類的這樣洗它 那柚子媽呢 對啊 我們非常喜歡使用多功能的洗衣精 因為我覺得就是這樣一次可以把所有的衣服的問題 就是全部都可以解決 然後家裡又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覺得可以避免就是平平觀觀啊 就佔了一大堆空間 那我們有使用那個強小的濃縮洗衣精 那我覺得這樣子可以就是抗菌啊 出口量把一次完成非常的節省時間 那洗完之後也沒有什麼任何問題嗎 我覺得沒有問題啊 還滿乾淨的 對啊 而且香香的 吳教授幫我們來解答一下這一題 我們的這個清潔產品裡面有太多太多 它人工合成的東西啊 它本身就是經過皮膚就進去 不在你皮膚上面起作用 是在你的血液 那甚至會累積在你的這個內部的這個器官 多功能的就是它你洗了之後呢 舊衣服好像變成新的 不鮮艷的衣服變成鮮艷的 然後有病菌的呢 有菌的你知道有菌的 它全部把你的菌全都殺了都宰掉了 那裡面呢 還要幫你洗得乾乾淨淨的 即便是我們最常用的界面活性劑 都有很多類 我們政府都已經把它規定 它是毒性物質 那如果我把它這個清洗得非常乾淨 不要有殘留呢 盡量不要 問題是現在大部分人都沒有辦法把它 清洗到完全沒有殘留 你知道嗎 第一個大家過量的使用清潔劑 廠商也希望你使用過量喔 才會再去買 才會一直去買 對 所以我常常建議人家 廠商如果建議你一次倒30CC啊 你頂多倒10CC就好啦 三分之一 對 三分之一 這樣會乾淨嗎 對 當然會乾淨啊 嚴格來講最好的洗劫的這個成分是 是我們的水 通常來講 我們都是一個化學成分進來 跟我們髒東西作用之後 把髒東西抓住了 然後這個抓住了這個產物呢 容易溶解在水裡面 水才把它帶出來 了解 好 那你剛剛說的那個精疲毒 如果進去身體裡面 它會造成什麼危害 有的是肝臟的危害 腎臟的危害 有的是我們所謂的免疫系統的危害 我好像應該是結婚了 要生育了 發現你生育力有問題 是洗衣精人 對 生育是傷害神經的 那個都不是你現在洗完衣服之後 一個兩個禮拜之後 一個月 兩個月之後你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 這可能是今年的一個 可能五月 十年 沒錯 沒錯 還有更糟糕的是怎麼樣 很多洗衣精裡面都有味道 有味道它加了香味 就好像大家洗了 好像都沒味道 好像沒洗 你知道 問題是呢 我們人呼吸的空氣 就是要無色無味的 我們希望我們空氣裡面 氧氣百分之二十一 現在到我們都市裡面 我們氧氣的百分比 都不到百分之二十一 再加上你家裡面 有這麼多有味道的東西 甚至有味道的東西 在你旁邊揮花出來的時候 更不到百分之二十一 你長期在這 不到百分之二十一的 空氣環境之下的時候 你去問任何一個學者專家 都告訴你 你身體更容易得到 不應該得到可怕的病 叫做癌症 衣服如果會變得很 就是鎮豔 那是因為加了什麼東西 那那個東西的危害 那通常來講是 是那個我們叫做 這個洗潔精清潔劑的化妝品 那叫做造假 它本身就是毒性物質 也有致癌物在裡面 我這真的很不安全 有的真的是那種 衣物洗衣精 它那個是寫說 不含介面火性劑 是不是不要有這個就好了 它可能用的是 比如說是溶劑 你去乾洗店 乾洗店不用借面火性劑 它用的是溶劑 所以就不好 那那個會更不好嗎 還是怎麼樣 那要專業的人 要不然那個東西是本身 就會傷害你的肝臟 有一種天然的酵素洗衣粉 那那一種就OK吧 但是呢 它的這個使用的這個範圍 非常窄 因為酵素要產生作用 它在一定的溫度 才能夠產生作用 它也只針對特殊的這個污垢 特殊的髒的東西 產生作用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酵素它就是非常好的 很天然喔 很多這個清潔的這個產品裡面 它給你加了 它百分之九十呢 不是酵素 它也許只加了百分之二酵素在裡面 它就給你號稱 我這個是酵素清潔劑 看它濃度成不成就對了 對 但是其實酵素呢 只能夠棄除掉非常窄的 一部分範圍的髒的東西 真的假的 那還是要注意 而且是不是真的有過 影響健康的案例呢 早年對於這些毒化物 還沒有那麼理解的時候 這些溶劑可能有比較多樣 所以以前還有人用那種 四綠椅烯在做乾洗劑嘛 那外國就有一個案例是這樣 那個媽媽她可能 拿了乾洗的衣物回家 一次拿很多 就給她掛掛掛掛在衣服 衣櫥裡面 然後門關起來 小朋友就在裡面 那因為在不通風的狀況之下 等於說她那些四綠椅烯 就慢慢就是整個揮發到她房間裡面 那你房間密閉 小孩身體又很小 結果後來就發現小朋友死了 對 因為那是有毒性的物質 如果你真的太密閉 濃度又太高的情況下 其實當然可能造成危險 那可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剛才提醒 很多人拿乾洗的東西回家 就會覺得說 外面這個袋子好寶貝 就是一定要留著 才表示我乾洗過 才不會沾到灰塵 可是剛好相反 像那種醫生們 他們都告訴我們說 我們說拿衣服回家之後 應該是把它拆掉 然後稍微在通風的地方 讓它可以有流動一下 然後你再收進去衣櫥裡面 那除了這個乾洗劑的案例之外 我覺得其實之前也有研究 剛才那個吳教授在講說 像這些戒面活性劑的東西 有些甚至有類似 女性荷爾蒙的作用 所以就有大學 有那個陽明大學 他們去做調查 就在弄不孕症的門診座 你知道發現很妙 他就找那個不孕症的男性 然後量兩個東西 一個是他金蟲的數目 一個是他體內的 這個戒面活性劑的濃度 結果發現 戒面活性劑越高的 這種戒面活性劑 越高的這些人 他的金蟲數目越少 成反比 對 也就是說 當然我們 可能這個戒面活性劑 其實他不一定是從衣服進來 可能你的環境 比如說你衣服 你不是直接這樣進去 可能他的粉塵 或者你在用的時候 他可能到處你們家的粉塵都有 或者一些環境 河流裡面污染或什麼 但這些東西 確實就是可能影響 他可能不孕的原因 就是這個 陽明大學的那個實驗 他發現了 比如說有這樣的戒面活性劑 結果他金蟲減少 你去問那些人 那些人他皮膚不會癢 他沒有什麼過敏的現象 大部分都是這樣 問是什麼 為什麼呢 那些有毒的東西 他不停在皮膚 他進去 這樣喔 他進去 所以那些男人 也覺得莫名其妙 我當年不是這樣的 怎麼會這麼出來 沒有這個 好來 那沈老師 洗衣劑到底怎麼正確的來使用 用家裡的水晶肥皂 是最傳統的東西 真的嗎 他其實很少添加任何化學物質 一般去用的水晶肥皂絲 水晶肥皂塊 或者是液體的水晶肥皂 它的pH值大概是11 那我們11是非常減 比如說11跟10 它的酸鹼度就差10倍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衣服 在什麼樣 在比較中性的情況之下洗 那個時候pH值大概是 在7到6左右 你想想7跟11就差10的4次發 10的4次發就差1萬倍 所以你如果是用這個液體的 這個水晶的肥皂的時候 那個pH值是告訴你 你家的肥皂會不會加很過量 你就說 你說現在假如說是30CC的 這個液體的這個肥皂放進去 它pH11 那你要把它稀釋起碼1萬倍 它才會變成pH等於7喔 1萬倍很大喔 300公升喔 300公升你的洗衣草沒這麼大喔 水晶的加一滴一升嘛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30CC的這一種pH11的 即便是水晶肥皂 它那個量已經是非常大了 大家其實可以在家裡放一點點 那酸鹼是很便宜嘛 一盒只有大概10塊20塊錢嘛 那可以測一下 你可以測一下 你是不是加水的量 跟你的洗結晶的量是配合得很好 稀釋到正好到中性的時候來洗衣服 很減的確實會破壞你的洗衣服的這個纖維 還有你衣服的染料 那如果以15公升的洗衣機來講 我要加多少呢 10CC已經能夠讓你呢 要稀釋到100公升了 10CC在10公升的洗衣機裡面 它的如果是11的話 它現在就變成8左右嘛 對 pH10在8應該是大顆的 稍微接近一點 一點點鹼而已 其實可以加白醋在裡面 白醋 對 就是在洗的沖洗的過程當中 沖洗完最後一次 你就是可以替代柔染劑把它替代掉就可以了 用醋 可是像洗衣粉 洗衣精這些 到底買哪一種比較好了 有沒有一個挑選的準則呢 如果要挑選 第一個請注意它有沒有環保標章 第二 那你可能可以用像造絲好了 造絲 對 你用洗衣的造絲嘛 它相對可能乾淳一點 沒有那麼多 我們剛才講的有的沒的這些成分 像最近那個 你會看到有些洗衣粉會說它是無磷對不對 像我覺得至少應該做無磷 因為磷這個東西對環境的傷害也很大 所以歐盟有些國家其實也認為說有磷的東西 這個洗衣劑他們也禁了嘛 所以你對環保的好的就是無磷 你會想說那這樣真的洗得乾淨嗎 我覺得你可以就像剛才達人說的 預處理 第二個用物理來代替化學 什麼叫物理代替化學 比如說剛才白 潛色的衣服你水溫稍高一點 你洗劑可以不用那麼多 你這個東西就夠用啊 或者洗久一點 水多一點 其實這就是一些物理的方式 以前人家拿什麼那麼猛的 什麼鮮豔 鮮豔什麼 以前是沒有的 就是人家以前的物理現在搓洗嘛 所以就是用物理來代替化學 我通常來講假如說 你會可以用水洗水第一嘛 對不對 對 再來溫水嘛 再來 那個要比較偷懶的用液體肥皂嘛 再稍微更偷懶一點的 用肥皂絲嘛 那真的很努力的呢 用肥皂塊 很努力 所以肥皂塊最好嗎 所以聽不到洗衣粉 沒有 聽不到 對不對 因為怎麼樣 只要你到洗衣粉 只要你到這種 稍微有一點點強效的 這種洗潔的成分 它大部分都是人工的 都是會破壞 即便他跟你講說 我是椰子油系列的介面活性劑 記住 記住啊 它是椰子油系列 對 我這個就是椰子油的 它是椰子油 它不是椰子油 它是椰子油系列 它是椰子油拿來 經過化學處理了之後 產生的化學物質 所以原本來講 它還是化學處理過的 它上面寫說 不添加任何有毒成分 是可以相信的嗎 不可以相信 OK 我了解 所以我這樣就不用看成分了啊 就是剛剛講的 水或溫水 或是洗澡 可以洗 剛剛我已經講到成分 我告訴你 裡面如果它寫了 五種成分 它可能的成分 多達二十種 不會完全在裡面 這麼不誠實喔 真的嗎 沈老師 有可能 有可能去聊 素卿真的嗎 尤其是 如果有中英文標籤的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中文標的長度 跟英文標的長度 通常差很多 那個英文都會 中文怎麼過 就跳過了 我是有聽說 就是天然一點 譬如說局部 像剛剛專家有說什麼 浴槽裡就是 有真的很髒的什麼油漬 再用那個茶包 輕輕的這樣去油之後 你再用水洗 是不是就比較乾淨 就比較天然 有嗎 有這種方法 你這個是有物理性的 這個摩擦的這個作用 是摩擦的作用 摩擦的作用 這是會有一些作用的 然後茶葉裡面 會有一些挫合劑 這些挫合劑也會幫忙 處理掉一些髒的東西 所以這是有用的 好 而且是健康的 來 那再來再考大家 另外一個東西 好 像是衣物的柔軟筋 大家可能也會用 那和這個洗衣粉 可以同時的放到洗衣機裡頭嗎 可不可以 洗衣粉的時候同時放 圈插 請選擇 插插插 後面插最多 兩位圈 先了解一下圈好了 柏君媽 一定可以 你會一起放 我會一起放啊 因為媽媽很忙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洗衣機裡面 不是專門有一個槽 讓你放洗衣粉跟柔軟筋 我都一次放一次解決 不然你還要在那邊看說 幾分鐘了我要去放柔軟筋 沒有時間啊 但是一次放 不然他設計那個槽要幹嘛 沒有沒有 那他這樣講 不是喔 不是嗎 因為你講的是說同時放進去吧 他如果是裝在那邊是可以的 因為他那個我們洗衣機設定 他本來就是最後清洗到時候 他才會下來啊 所以是對的啊 對啊 所以你那個 它是因為洗衣機有這樣的功能 洗衣機會幫你分不同時間 下個不一樣 所以你那樣是OK的啊 但有的人是直接就是 丟到洗衣機裡面的 那為什麼你們統統打擦呢 為什麼 因為柔軟筋買就是在 最後清洗的那一道放的 因為說明書這樣寫 對 上面有這樣寫 我們看得懂中文 這次就不是媽媽說的啦 媽媽有交代我 我會說 這個有咧 媽媽也有跟我講步驟 就是快洗好的時候 你就把它加進去 這樣才會柔軟 對 因為它最後一道 它這樣才會軟嘛 那如果你是從 剛剛那洗衣機洗一下 它再衝幾道的時候就沒啦 就不會軟嗎 我聽說是他們功能會相抵觸 就是一個是柔軟筋 讓你衣服滑滑軟軟的 柔軟的 可是這樣子就會洗不乾淨 但是這兩樣東西 到底使用的方法 怎麼樣叫正確呢 來 陳老師 現在的洗衣機 它通常有兩個槽 那如果是這樣的 正常方式對的啦 如果說一起加的話 它一定是抵觸的啦 因為它的離脂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清潔 一個是你後面的柔軟筋 事實上它通常都會 為什麼會就是滑滑 因為上面有平滑劑 它上面就會讓你手感會比較好 還有加蓬鬆劑 它就會感覺會 它纖紋會比較開 會比較利 所以它們兩個離脂是不一樣的 所以原則上是不能一起夾的 一起夾 它像個等候 洗心力也抵觸掉了 你柔軟度也不好了 每一個東西都不好了 兩百俱傷了 柔軟筋喔 我個人是認為是可以用的 但是你買來的柔軟筋 最好是沒有味道 聞不到味道 柔軟筋有味道的嗎 沒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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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喔 因為怎麼樣 我們在洗衣服的時候 所用的這個介面活性劑 絕大多數是 因離子型的介面活性劑 然後呢 它會殘留 殘留了之後 當然對你身體不好 但是你的柔軟筋呢 它是陽離子介面活性劑 它會把你殘留的 因離子介面活性劑呢 最後再把它帶走 用水再沖走 這個說起來 沒有殘留的這個問題在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即便你用 所謂的柔軟筋 直接去洗衣服 也是好的 為什麼 它本身也有清潔的功能 而且它有清潔的功能之外 它的殺菌的功能 比我們一般的 因離子型的介面活性劑 那種洗衣精更強 什麼 柔軟筋可以的 洗衣精 對 那幹嘛還要買什麼 但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大家會這樣用呢 因為 因離子型的介面活性劑 洗的時候它才會有泡沫 這個時候呢 大家才會覺得 有在洗 有在洗 但是陽離子型的介面活性劑呢 通常來講它沒有什麼泡沫 那通常陽離子型的介面活性劑 會用在哪裡呢 比如說大家在刷洗馬桶的時候 馬桶冒很多泡泡 當然不好啦 滿出來了 不過是用洗碗筋 洗碗機啊 在洗碗的時候 你也不希望整個洗碗機裡面 整個都是泡泡 那個時候用的 就是陽離子型的介面活性劑 也就是柔軟筋那種材料 去洗的 但是現在如果說 你用的這個柔軟筋呢 那是有香味的 那個香味 常常就是造成毒性的最重要的原因 不是都有香味 全都有香味 沒香味的味道 超香的 超香的 哪裡找得到不香的 陳老師說有沒有味道的啦 有嗎 賣場 賣場我倒看是沒有 因為... 沒有啊 賣給我買 其實去化光行買就有 真的 化光行買就有 化光行還會甚至會教你自己 怎麼調軟筋 真的嗎 那你就是不要加那個香... 其實那個味道是加香精進去 對 加香精 就不要加香精就好 對... 所以柔軟筋也認為 它是可以洗淨衣服的 那我要去哪裡 化光行買 他有殺菌的功能 他有殺菌的功能 再來 下一個問題 顏色一下剛剛的 洗衣機如果多到一點 會比較乾淨嗎 如果全部乾淨 再多到一匙 好不好 我都OK 全部擦 沒有乾淨全 吳教授給我 他好像這樣提 對啊 多到一點便沒有幫助 吳教授 是不是 當然不要多到 如果說你放了洗潔精進去 還沒有洗乾淨 或者那個污垢還在 那是你 你應該換一個清潔的原理 另外一種清潔的化學物質 去做清洗 而不是再把同樣的 這種東西多加一點 我突然有一個問題想問吳教授 像我們有時候女生的貼衣物 有的時候當然我們會用冷洗精 或是手洗的 但也更長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在洗澡的時候 就順便用沐浴如洗了一下 這個好嗎 可以嗎 其實都是同樣的類似的化學成分 只是名字不太一樣 這樣子好 你拿來洗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的貼身衣物 其實絕大多數都是滿乾淨的 你如果穿了一天 甚至說你去外地 沒辦法換衣服 穿了兩天 其實那個東西 基本上來講 用清水或者溫水洗 都可以洗得乾乾淨 有一個問題要問洪姐姐 就是那個 我們常常買這個洗衣粉裡面 它都會添加藍色顆粒 那是不是比較好 那是什麼 什麼東西 加強洗淨還是什麼類的 對啊 有些人說那個藍色顆粒 其實應該是他們所謂的 酵素 就是說裡面除了 我們剛才講嘛 除了那些 除了泄滅活性的清潔成分之外 你有時候需要一些酵素 把它那個分解掉 有些女生的衣服用品 它是會告訴你說 這個是專門什麼 那個 如果女生生理期不小心弄到 有沒有專門洗那個的 對不對 它就是有加強一些 這種酵素的成分 那比如說有一些 它為什麼洗油特別厲害 它可能就是分解脂肪的酵素 所以它們有些複合型的酵素 然後做起來像這個 有顏色的顆粒這樣子 對 那如果針對著你們 譬如說衣服占到不同的污垢 像剛剛那個吳教授有講到 也許我醬油 番茄醬 或說柏油或什麼時候 不一樣對不對 柏油 柏油 有些蓋潔粒之類的對不對 對 誰知道你會不會在地上多一滾 幹嘛把我們的柏葉講出來 難怪你最近賺那麼多 半夜都去鋪柏油 都沒在睡覺 白天洗衣服 你們有沒有什麼 超強的法法 第一刻就是 我一直都覺得這個東西好厲害 任何沾到衣服上面 所有東西 你全部可以拿來清 對 譬如說你在外面 沒有辦法回去清洗 或是有時候我們表演 真的吃東西弄到衣服 你就必須要趕快立即的弄一弄 它就不見了 所有的髒污 那有點像是立可白 對 殷琦也有一隻 而且我還用到一點 我用不到還這個顏色都掉了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就是模特兒的工作 因為這是客戶的衣服 所以我們千萬不能弄髒 通常弄髒我們就是要買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帶一個這個 因為有時候衣服 不小心掉到地上還會髒 所以我們就是急救用就拿出來 這樣塗一塗就好了 對 這好強喔 這是 對 我不知道 這是每個人都要用 但我還有一個 用到任何的髒污都可以 都可以用那個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因為我常常常常 我很喜歡買白色的衣服 那我媽媽就給我一個 就是一個小撇步 說可以用洗米水 然後加那個橘子皮 然後把它煮一煮 然後把它撈出來 然後等它就是放涼了以後 我就可以拿來洗白色衣服 然後白色如果我泛黃的話 洗一洗就會變白 我們來分筆問一下好不好 那個強效去白的那個 那個筆 那個有用嗎 吳教授 那個是有用 那那個好嗎 那通常來講 你這樣很少量 是還可以接受 但是你大量的時候就有問題 因為那裡面通常來講 加的是所謂 類似我們的氧化的 類似漂白水的成分 那有的會有 再加上界面活性劑以及溶劑 它是把它混在那裡面 它是三個不同的清潔的原理 放在一根筆裡面 但是還好就是說 你在使用的時候 是很少的這個量 所以我們還比較不會去擔心 而且直接用在衣物上面 那這個跟皮膚接觸的 這個機會也不太多 但是要擔心就是說 你還是會聞到一些 你在清除過程當中 揮發出來的物質 對 有些材質你是不適合用的 一用搞不好它是變成褪色 而且如果它裡面有酒精成分 有些衣服還會褪色 只是你現在不知道啊 可是搞不好你還人家 好 那它剛剛講的這個 洗米水加水 再去煮 然後涼了以後就可以洗一服 白色衣物 那個OK嗎 其實它應該是有去油的功能 如果說漂白我倒不這麼認為 所以吳教授 這個我們當然這個局部的去油 都標榜要強效 或是最強效 這種清潔劑會不會容易有什麼問題 通常都是要看你臨時能夠拿到什麼東西 通常有時候你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什麼東西食物沾到 對 食物沾到最好的一個方法 就趕快沖到洗手間 趕快用水 用水就好 對 用水就可以了 食物嗎 對 盡可能 盡快 醬汁咧 比如說你在吃牛排醬 番茄醬 如果是醬油這些東西的時候 最好的一個方式就是 比如說這邊已經弄髒了 在上面鋪一下 鋪用水稍微把它鋪一下 鋪一下趕快去廚房裡面 跟廚房之間 給我一點點鹽巴 把鹽巴撒在上面 鹽巴撒在上面之後 然後直接拿起來就揉搓 揉搓 揉搓了之後 然後過了一陣子去沖水 沖水呢 比如說你是上面沾到了 那你沖水從這一邊沖過來 不要讓它又繼續往下 對 不要再進去 這是最快的方法 如果再洗不乾淨 真的就是要回家 再用比較專業的方法去洗 其實你不用鹽巴 用小蘇打也是可以的 現場哪裡有小蘇打 廚房也會有 廚房小蘇打本身就是發粉 就是蓬松劑的一種 是這樣 對 好 所以這是一種建議對不對 那我們再針對更細的東西 比如說果汁 咖啡等等 沾到了該怎麼處理 來 陳老師示範一下 好 我們這邊準備了幾種飲料 咖啡 果汁 這都顏色很深的 對 好不好 而且還有不小心原子筆畫到 很常見對不對 我們先來咖啡好不好 好 咖啡我現在直接到衣服上 對 倒在這個角 天啊 真不小心 就這樣弄髒了 這太頭皮了 真的 好多 好慘耶 這樣很多耶 這樣可以喔 可以 那這個要怎麼洗 通常會用先用點洗碗筋 洗碗筋 其實剛剛吳教授講的那個肉醬 其實你也可以去廚房 跟他要洗碗筋 對 洗碗筋是專門對付有油脂類的 其實通常咖啡有可能 它上面會有奶精嘛 對 通常我們就用一點點 這個要拉出來 你都沒有在洗碗嗎 沒發現 其實我們現在看看 其實它已經漸淡了 對耶 它才滴上去有沒有 你看有洗碗筋的地方 對 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是耶 好神奇喔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你就是稍微跟它用一點溫水 跟它揉一揉 越用會越開 今天因為我們現在咖啡是剛潑上去 如果乾掉也沒關係 其實方法是都一樣的 那我們再去賣場買一個東西 叫 其實漂白劑有分兩種 一種是綠細的 是在漂白衣服的 可是正常我們不建議它 消費者使用它 因為綠會殘存 一般消費者用不掉它 會有致癌的那個功能 對 所以要買 氧細的 所以你就要買氧細的 對 那為什麼既然那個洗碗筋 它可以分解 用洗碗筋洗到尾不就好了嗎 有時候有些色素它沒有辦法被分解掉 它只是分解掉它的油脂這樣而已 對 那正常我們就是在 好 用氧細的用下去 大概用的十分鐘左右 十分鐘 十分鐘左右你就不用管它 你就可以把它丟到洗衣機裡面去洗 加持它是洗衣機 就是把你把它洗一洗 或者是手洗也沒關係 對 就你不會覺得說很麻煩 它怎麼在家裡怎麼都洗不掉 它是一個方法對的 天啊 洗了 方法對了 洗掉幾乎百分之九十幾 對 而且沒有讓它泡來 不到一分鐘耶 一下子就洗了 因為它就會分解掉它 就分解掉啊 藥就會分解掉你的物質 OK OK 所以要趕快處理啦 如果可以的話 對 好 那再來一個 剛剛是咖啡嘛 現在在果汁 果汁 果汁跟咖啡都不一樣啦 好 這樣子 一直回來了 葡萄口味的果汁 顏色也很深 好 那葡萄汁跟紅酒的原理一樣嗎 一樣 所以說重點就是不要喝紅酒嘛 就是染到顏色 我用好涼就不會了 真的是透明的喔 他好像也有 他們在果汁還是要喝啊 對... 要養性漂白金 搞不好一百變乾淨對不對 對 這時候洗碗精就沒有用了 洗碗精不用 因為它裡面沒有油脂啊 養性的喔 大家不要買錯的那個漂白金 感覺量要滿多的耶 正常的話其實 我有時候會建議就是 這個因為它是有液態跟粉狀的 事實上是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喔 對... 只要這樣靜置就可以嗎 對 有可以的話你就用一點熱水 用一點熱水 對... 它加速...其實我們要的熱水 是要加速它產生效果 其實我有用熱水加劇 它就會... 速度會比較快一點點 對... 所以神教授這也適用於毛筆嗎 或者是那種小朋友那種很當的污垢 毛筆的話就不是用這個方法耶 毛筆又是另外的 其實毛筆現在比較難去除 因為毛筆大部分都是化學的 可是它現在的墨水都是化學的 不是像以前研台的 對...所以它的物質會比較難破除 然後我... 對... 那這個要大概讓它敷多久呢 一樣大概就10分鐘 如果正常的狀況一樣10分鐘 現在也可以直接來 對...現在也可以直接來 好 來... 這個漂白水萬一如果我敷上去 我接個電話我忘記了 兩個鐘頭後回來 你跟誰講都很久了 氧氣的東西不會 氧氣的東西它是在飼養而已 綠的就會 綠的就會造成這個衣服破 所以氧的手可以直接碰 不會受傷 手不氧的那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雙氧水 對...你手受傷的時候在塗的那個... 它在殺菌 會受傷 原則上是不會的 好...看一下 你看我們再用一次 其實它一樣它已經淡很多了 我們剛剛沒有等10分鐘 但它的顏色的呈現上面已經淡很多了 有沒有 好厲害 就用這個方式 再來 原子筆 再換一面 綠的你們家小孩的衣服 大概就是每天呈現這種狀態 對...所有錢已經放棄了 不想管它了 好來...不會 這個...這次錄完影 你就會回去洗它了 你就去... 酒精 對...買一個酒精 對啊...那個一倒就好了 真的嗎 對...直接倒上去 對...直接倒上去 它就暈開了 暈開不會整件就回來 暈開不是很糟 不會...正常化啊 就變水墨化了 不會...你就一直要跟它揉一下 揉一下的話 如果通常我們...像我們都建議 這種東西就是要溫水 請問這個跟衣服材質有沒有關係 萬一我的材質是濕的 那... 那就不行啊 那獅子的東西 就一定要送心點的 送心還是要看 因為它不能... 對...獅子的東西 它只要碰到水 可是局部而已耶 也不行 也不行... 對...因為它很敏感 獅子的東西 它很怕剪接的東西 或是揮發性的東西都一樣 對... 它一下子就會變你本來... 濁傷喔 獅子的衣服它是有亮光的 你只要一碰到水 你會發現... 霧掉... 霧掉喔 對... 它再怎麼補救都沒有辦法 我知道喔 我有切身之痛 而且獅子的衣服都... 通常都是價位非常高 好... 來 現在我們把它搓揉完 以後看一下喔 如果說你覺得剛開始這樣吸 太神奇了 因為我們是... 把時間濃縮給大家看 對... 那照理來講你可以如果覺得 不夠乾淨 再倒一次酒精再搓揉 對... 繼續有效 對... 如果能夠搭配水晶肥皂 它效果會更好 水晶肥皂... 我通常都丟洗衣機洗 洗起來還是原本的樣 對... 完全不會改變的 所以用酒精就可以了 酒精可以 酒精如果你家裡沒有酒精的話 其實也有替代品啦 譬如說法力箱 噴頭髮那個有沒有 那個有酒精 對... 還有髮雕 髮雕 所以我們就用法力箱噴一噴也可以 不過緊急應急用的 那個是可以的 真的沒有 刀兩酒都可以 對... 50度的 對... 那個不好 就是酒精純度要高啦 那一種就OK了 但是不要用威士忌啦 因為它有顏色 顏色就比較好 對 會變黃 謝謝神老師 謝謝... 好 這樣子我們就很了解啦 對不對 所以在家裡面洗衣服呢 當然很多媽媽們 洗衣服本身就很辛苦啦 但是呢 洗的方式如果再不正確呢 那你會覺得非常非常的... 這個二婉 老公要抱怨你 但是又不曉得不了解你的痛苦 所以呢 步驟弄正確了 觀念弄對了 那其實洗衣服是很簡單的 對... 但是... 我會用這個人 來看看 那兒 讓你再次洗衣服 有一個人有的 好一點 你會看 很簡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